局勢已經很明朗了 沒有容錯 坐在這幹嘛 冥芬又怎樣 誰想跟我汗跳 人生不能南南冥冥冥冥 霹靂卡 霹靂喇喇 想不想活嗎 楊莎莎的手拒絕 你能弱嗎 想要 你整個背金水 很抱歉 遊戲已經結束了 歡迎收看阿倫 好帥 好帥 首先歡迎1號 是不是 2號 張宇宙 5號 盛情 6號 東東 6號 四號 7號 李瑞 好 8號 李 李瑞 什麼 好 那我們今天玩的是 豬神黃昏局 那就是有一個神職 然後三個狼 然後狼分別是黑狼王 白狼王還有惡靈騎士 然後呢 神職有 那規則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好不好 那 不錯 讓你表演出身份囉 你腿痛快啦 加油 趕快趴下 我直播 怎麼了 怎樣啦 你們怎樣 原來是你 守衛請尖言 選擇你要守護對象 守衛請閉眼 守衛請閉眼 狼人借心請尖言 狼人借心請尖言 狼人確認彼此身份 狼人請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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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闭眼 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 女巫请闭眼 天亮请闭眼 昨晚一号二号八号被杀死 女巫有名字 我讀了 你明天大家 你明天左右 她在發生甚麼事 你明天晚上 好久以前 你好久以前 你看她借了 我之前進去 她在發生什麼事 你們明天都成為零句 你們卻有 mutually 你明天睡覺 痘痘有笑多大聲啊 在抖耶 白痴喔 我就看你們天氣一直笑 第一倍反三 八是誰 我驗到七啊 而且妳知道 女巫在開讀的時候 我內心就想說玩玩 妳會不會在讀我 結果我真的倒台了 因為妳這樣 死定了 就想在那邊 傻眼 女巫啊 從來啦 傻眼來 她看我驗語 妳不是想看到痘痘在秀屁嗎 為什麼她在秀屁啊 我這樣在抖 因為女巫那個玩了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殺到女巫 我們也想說女巫一定會抖 然後妳們是會覺得 女巫一定會抖 妳們很過分 妳這邊可以刀影 我想說完蛋 想要看妳的那邊殺到談論 結果妳就把她擺高分就對了 然後我們小姐來 讓我抱歉 妳真的很危險 好囂張 妳真的不用穿 不會太快嗎 這還不會太快嗎 這個真的很 這個湯女是好好復排一下 我們可以復排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要那個 有時間要跑對不對 好煩喔 直接再一回 好 來 好 來 直接再一回 先先不選 先不選 好的 剛剛我們經歷一個非常 激烈的邏輯的碰撞 所以希望這局也可以非常 一樣的精采好不好 直接再來第二局 準備好了沒有 好 請決定交叉旋分 好 golf 今天 我們先逗手 編軍 請議 鎖 手衛 請進 尼 選擇你要 補兵 守衛請閉眼 狼人切身請睜眼 狼人確認彼此身份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閉眼 女巫請尊嚴 她被殺死 你要揍她嗎 你要使用毒藥膏 你要毒誰呢 女巫請閉眼 預言家請尊嚴 選擇你要查驗的對象是 預言家請閉眼 狼人請尊嚴 狼人請閉眼 傻瓜請尊嚴 傻瓜請尊嚴 天亮請尊嚴 昨晚是平安夜 好的請抽發言順序 7號 開恩發言 夜裡 隔壁又笑得好大聲 五號六號嗎 然後他們笑了之後我就 忍不住想跟著笑一下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笑 然後 剛剛明牌喔 這次沒有看什麼耶 就只有看了8號而已 但8號好像 這場比較冷靜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8號可能 還行吧 8號發言 不要吧 先說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驗六好了 七茶茶 為什麼驗七 是因為晚上 要閉眼之前 看完牌的時候 然後 我就這樣看了7號一眼 然後7號就這樣子 然後就回避我的眼神 然後我就想說 這人 來 7號 淘汰 淘汰 淘汰區 啟動角色的技能 以後帶走的對象是 帶 Safe 3號 3號很害怕 3號很害怕 5號 淘汰 請繼續淘汰區 好猛喔 可以啊 讚 天黑請閉眼 狼人 請請閉眼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殺人 3號 9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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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老人請殺人 老人請閉 呂屋請君彥 她被殺死 你要救她嗎 你要使用毒藥嗎 你要攻誰呢 呂屋請閉眼 預言家請針眼 選擇你要查驗的對象是 預言家請閉眼 天亮請針眼 昨晚8號被殺死 辭職請至淘汰區 預言家 恭喜你 恭喜你 1號開始發言 8號預言家 她剛剛說她要驗6 然後7號叉殺嘛 所以8號被刀 那會不會6號有可能是狼 只是她不是20 因為如果她是20的話 8號會被反傷 是吧 是這個邏輯吧 我自己銘牌的時候 我其實是只有看到2號 她是這樣子 她這樣子喔 她上下打量我 她上下打量我 然後想說 這是什麼氣勢 但好像 有點那種為偏好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她如果是狼 她應該不會這樣子 大量我 所以我目前的坑 可能會是 3 4 6再出兩隻 只能這樣子 然後6號會進 是因為 預言家她留的查驗流 然後就8號倒牌了 就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 我可能 我覺得2號名牌的時候 微寶 然後3 4 6我會停 過了 有點怪喔 我想想喔 因為剛剛 那個 7 欸 7是白狼王嗎 7要帶人的時候 她就一直在往3 4 5看 她其實沒有往這個方向看 就沒有往1看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而且她在自爆前她還說 3 算了 帶5好了 所以 我不知道她這個是故意講的 還是她原本真的想要帶3號牌 然後後來想一想去帶了5號牌 然後 衣怪的點是 妳 就是妳想要踩我 可是好像又踩不下 沒有什麼好踩的 然後又抱了我 然後妳去打這張6號牌 因為妳覺得 就是 大家刀8 可是一定是刀8的啊 要不然要刀誰 狼夜裡一定是刀8的啊 所以我不確定1跟6 會是雙狼嗎 還是6可能是 好人牌 因為我現在覺得1偏怪 147嗎 亂採個 沒聽發言啊 不知道講什麼 我好人牌啊 等一下聽聽看 如果沒有更奇怪 我一定想要出這張1號牌 2是狼啊 呃 他前面踩我 然後後來把我放掉 然後把4踩進去 147 147 147 我跟7號不認識啊 我是女500 只是怕被帶到 所以 很尷尬欸 我覺得6不是狼欸 6是飲水的 所以 呃 盤子大概也太難了吧 所以我覺得2你是狼欸 我覺得你 你打 你原本要踩我 然後後來你把我放了 然後為什麼4號 突然在你四角進坑了 然後你打1的點 你也沒有 特別說為什麼1很像狼 就是 1保了你在你四角 你沒有 你沒有講出他特別像狼的點 所以我覺得2是狼欸 會不會是你最後的發言 你想說 把你的同伴 最後再包進去2四啊 我的想法 因為前面你都沒有帶到這個4 所以你可能最後想說 呃 不然 不然踩個狼的同伴 我覺得 怕身份可以打 我覺得6 因為我怕6這一局 有可能會被扛推出去 因為剛剛 8號那個說要驗6 所以6是出不了的 我覺得6不是自打 我覺得2是狼 你的療法比較像是惡靈欸 我覺得 因為你好像很 很想要 很沒有想要出氣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2是惡靈欸 那可能4是那個 歐狼忘了 該不會是這個配置吧 好 再聽一聽看吧 那 我看4 再聽4的發言 再決定它是什麼吧 1 1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1如果是狼 它在那個位置沒有必要保2啊 它保2 2是狼大採1 1有可能出局了 所以我覺得1不像狼 它在位置 它第一個發言 它保2 這個 這個發言的格式太危險 太危險 除非你怕它是黑狼王 所以我覺得1跟2比起來 這2覺得比較肥 過了 我就是女巫 然後我現在在想 3號這個地方 它 它跳這個 它是惡靈其實還是黑狼王 我真的 我要思考一下 因為我在想 它如果是一個 黑狼王的話 那1就是它的同 1就是那個惡靈 那如果 它是惡靈的話 2就有可能是它想 推出去的那個黑狼王 也是有可能 所以 因為6是贏水就不排 反正就是1 2 3 那反正 但是快速的話我是票3 因為我是女巫派 那 就不知道它的心態是什麼 因為它可能 它如果是 黑狼 它是黑狼王的 有可能是黑狼王 因為它就是想說 反正我就拍個女巫 讓真的女巫出來 然後它就趕快出去這樣子 或者它是惡靈 然後想要女巫引下來 去賭它 它賭前面的兩個是惡靈 我不知道它的心態是哪一個 就 就 但是1 2 我講真的 我可能比較想信2號 但 但如果安全前面 我們還是先票3 我自己覺得 嗯 嗯 我覺得3 4的話 我可能比較想相信4號牌 我因為4號很認真 在幫好人來算 要怎麼樣才會贏 所以我覺得 我可能票3吧 不管它是什麼 狼王 就給它 帶看看吧 2號好像一直有什麼意見耶 2號 一直對我做表情 應該是從3 4學嘛 但我覺得 我可能覺得4比較像一點 那叫票3 可能 可能 啊 要3 請大家進行投票 唉 3 2 1 請投票 3號 淘汰 請去淘汰區 其中角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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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 淘汰 請去淘汰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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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視角絕對是不是狼 你們兩個應該要夜裡解決 會比較保險 因為感覺它是狼王 所以我才會想說 不要跪山 對不對 是這樣子 那時候是不是一直不敢 我要帶人的時候 你不敢往這邊看 因為我那個 一直有鼻涕 我還跟妳說 衛生紙 他戒衛生紙 對 我跟他戒衛生紙 會怎麼鼻涕在那邊洗 好難喔 一定要票20 剛剛一定要票到20才會贏 可是我也覺得 他可能是20 因為他要領域 所以其實這個很難 蠻難的 打心態 我領讀 就是心態真的 可能你想要被讀 然後被反上 對啊 我想說 可能是 或是 我跟妳剛剛一樣 女巫也是在想說 要不要讀 或是 對啊 妳就要讀 你說第二天的時候嗎 其實妳如果妳第二天 有考慮要讀誰嗎 妳的 妳有劉燕 妳是劉燕 或是鬥斗跳 鬥斗是什麼 其實如果獵人 傻瓜 如果鬥斗跳傻瓜 我們就看一二出 往一二出 因為跳到獵人 他就往另一個人帶 那如果你不跳呢 如果你不跳的話 因為我是獵人 我可以帶 你不跳的話 出一呢 然後你夜裡進去 因為一二分不太出來 一二他不確定 對 一二我分不出來 然後所以如果鬥斗跳傻瓜 但是剛剛他如果他跳傻瓜 一二就算獵人跟一個 都好像都可以對不對 對 那剛剛應該要往一二票 但就是又要讀說 一會不會是狼槍 對 其實一二就是要 我們跟夜裡 其實也討論滿久 我們也想說到底要殺女巫 到底要殺女巫 還是要殺女巫 因為我們知道你跟他 一定有個是女巫 對 因為六他是贏水 我們本來想 我們如果殺女巫 我們要抗推 我們本來想我們可以抗推六 可是六抗推不了他是贏水 沒有六是精水 對啊 所以 如果我們剛剛真的刀到女巫的話 那你會驗 你看驗了誰 我就驗六 我不能改驗 他一定照驗六 因為他已經流了 沒有精水 那這樣就會變成我們 二三四要PK 一二三要PK 一二三要PK 這個板子滿刺激的 也還是有一些 滿有趣事的 有可能秒結束 也有可能 滿得守衛走了 可以 對 來 我們來跳選MVP 好 來 倒數三秒 三 二 一 恭喜秋毛子來 謝謝 好的 想讓各位觀眾 賽後投入 請記得訂閱 娛樂版復反彈 官方YouTube 我們下次見